內灣吊橋上濃濃白煙直竄天際 消防人員火速抵達 拉水線 對準還在冒煙的大洞不斷灑水 好 端端的吊橋怎麼突然起火燃燒 火是猛烈 濃煙直竄 一大早天還沒亮 遠遠看到吊橋冒火光 相當顯眼 嚇壞來運動的民眾 就算已經撲滅火勢 但地上大洞還飄出細細白煙 不只鋼筋釘子全外露 底下也沒有任何保護 熊熊大火就發生在五月十號 知名景點新竹內灣吊橋 議員清晨接獲民眾報案 四點時看到橘紅火光 立刻派遣消防人員順利撲滅 不到三小時早上七點 橋面再度復燃 經過布水線搶救 還是造成橋面大面積回損 初步懷疑可能是遭有新人士縱火 起火原因由消防局進行火吊 本所積極釣越內灣吊橋 周邊監視器已釐清起火原因 所幸這場火警 並無造成任何傷亡 目前吊橋已經暫時封閉 短時間內遊客來內灣 恐怕少一處景點可去 三令新聞招呼一夜 請聽清楚採訪報導